张老师你也是去参访过北韩的 金二胖时代 好 金二胖时代 五六年前 我想我从头讲起 因为我们节目跟钱有关 我有整套的北韩的钱 我大概秀几张就好了 早期的这个朝鲜的钱是用中文印刷的 朝鲜中央银行 但都很小 它这个价格很小 那么后来 这个是在金正日的年代 对 他们应该叫做伟大领袖 以前倒加一个形容词 而且要立正站好 他们现在出门 衣服左边有一个徽章 大家要注意到红色的 那个不能卖掉了要处分的 我曾经想买一个不可以 出门叫家里没有 那后来他们这些钞票 我算了一下 从一块钱到这个最大的五千块 有二十多种 非常惊人 但是很有意思 我们是外国人 在那边不能用当地的钱 我们是在东北换的 那么另外就是 你们从东北丹东进去是不是 对 我等一下会讲 我怎么进出的 那么在东北呢 它在就是有一些商人 大家小心 我这边有一张是假的 是那个彩色影印机印出来的 彩色影印机都在输出 印出它的钞票 一看就知道 但印得非常漂亮 它混在那个真的钞票里面 这是假的 没有 这我就当纪念 其实它质感很好的 印得很好 对 印得相当好的 对 那在朝鲜可以用哪些钱呢 美金 人民币跟欧元 但是当地的钱 我们外国人真的不能用 也不能换 这非常特别 我们看它跟这个 以美学来看的话 朝鲜的钱不好看 这是今天南韩的钱 都非常漂亮 有四种紫币 最新的 这几张是韩币吗 南韩的钱吗 因为我们跟钱有关 先大家看一下 现在在通用的货币 那这个国家 我讲一下就是 孔子说币也正名乎 我讲建议不要再称为朝鲜 不要称为北韩 北韩是个俗称 它是朝鲜民族主义 人民共和国 在早期叫北朝鲜 现在就日文在用 那北之先也不用了 我们就称朝鲜跟韩国好了 那这个国家在媒体上面 大概被丑化最严重 我记得早年 那个雷根总统时代 就提过邪恶的国家 就提到朝鲜跟伊朗 我印象蛮深刻的 后来小布希在 如法炮制多了两个 那我们很有趣 在台湾的媒体上看 提到这个国家用什么当画面 都是阅兵的 都是学德国这个俄部 提振部的 那个对大脑受伤很大 那么阅兵没有天天月 会劳命伤财 就是那几个节情而已 此外呢 这个国家 是我所到国当中最特殊的 我不用奇怪来形容 因为我们念历史 比较open mind的 看一个国家的两面 它有好的 当然也有阴暗面 我想欧美的大都市 都有这个平民区 那我今天讲几个严肃的主题 第一个关于这个他们这个国家的 这个自尊心的问题 他们这个世界地图 朝鲜是印在坐标点的正中间 它世界的中心 我想自古到今 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世界中心 他们讲中华文化 是从那边传过去的 这个叫坦军开国 这是一个访墨西哥的 这个平顶金字塔的建筑 靠近38多千人 应该在平壤的郊外 我们没有去 里头有没有东西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文物出土 坦军是5200多年前的人 是朝鲜族神话最早的一个人物 那我们这样看起来很有意思 这是他们的这个金日成同志 在视察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后面的人在干嘛 在拿着本人在记笔记 现在也是一样 都要跟着记 这个不记 我想不想发生什么事情 那里面当然还有一些古代的文物 但是它这个年代 我是怀疑 是不是有到5000多年前 朝鲜的民族这个文明 大概没有那么早 当然是民族自尊心的问题 这个地方没有选上那个世界文化遗产 联合国UNESCO的 另外我要从空中讲起 高离航空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航空公司 怎么说呢 在它的平壤飞机场 没有看到另外航空公司的那个标志 没有 然后他们这个飞机呢 航线不多 主要是跑大陆 北京 沈阳这些地方 西安的 有一个航线全世界独一无二 是平壤到平壤 刚开始我不晓得这什么意思 对 因为朝鲜很多绕飞行没坐过飞机 他们就起飞在平壤上 绕几圈就下来了 这叫平壤到平壤的航程 真的哦 体验坐飞机的 观光路线 对 所以就是很短嘛 就等于飞机升 然后绕一圈 然后飞机降 可能绕好几圈了 一圈不太够了 所以在平壤 有一个平壤到平壤的航程 目的是让大家体验坐飞机的feel 对 那最有趣的是 我去的是坐火车 走新益州 那个丹东过去 回来搭飞机 因为多搭飞机 看不到地面上的状况 后来退了台币一千块钱 只差一千块而已 有退还 那我讲 这个高丽航空飞机非常好玩 在降落到沈阳的时候 一般来讲 坐厂长 甚至正机长 四条线 应该门口要哈拉一下 没有 不用跑得太快 包括空姐 那时候穿全红色的衣服 当然都是 大家知道北女男男 听我这句话 很漂亮的 北女孩那个皮肤真的棒 很细 不用跑得 干嘛呢 我就一直在看 他们在干什么 结果那些空姐 跑去买化妆品 在沈阳的机场免税店 那么这些 开飞机的干嘛 买书报杂志 因为朝鲜是管制品 这个是 真的一个旌旗 接着一个旌旗 好我们广告之后 回到什么现场 对吧 我被认为了